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的代表林与白 用心自作的林白 大家安安 我是林白 欢迎来到林白JC 嗯我真的是 非常久的没录制视频了 之前都是之前录下的 这算是昨天录的 今天上传 然后这边是一个牛仔的排位 所以有一个盲女还是不错的 这里敲张看到是一个捷克 他在追幸运的儿 结果幸运的儿直接一个震慑 你被逮到也被震慑呀 这边在医院里面 所以我还是赶过去 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给救下来 毕竟要跑到外面去还是需要有一段路的 这里他不往这条路走 挂到外面那个人黄椅 如果他走这条路的话 他一定是挂到外面的人黄椅 根本不需要质疑了 来这边挂上去 找个机会救一下 这边先看一下情况 这里不知道捷克有没有看见我 但是他这里走开了 我就立刻过去用一个鞭子 把队友给救下来打一个时间差 这个鞭子不要省哦 因为这张椅子非常的难救啊 自己过去救的话 很可能被打之后救下来 还是会倒地 那不如直接用一个鞭子加速跑进医院里面 除了打一个时间差也是为了打一个距离差 现在距离拉远了 我就不需要直接跳下去 这里让他看见我从这里跳下去 然后直接下一个板子 他就从这里跳下来 然后拿开一个距离 这个板子直接下了 就是为了拉开距离这里跟上 那我再继续跑到楼上去 这里跑去外面的话 他的一个雾刃会很好发挥啊 拿一个隔墙雾刃就非常的难打了 所以遇到杰克最好还是不要翻出去啦 虽然外面也是能溜的 比较能溜的一个地方 来这边好像找不到我们 呃我也看不见他了 不过还是得继续跑 这里看一下红光 没有红光 也没有心跳的 这个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来这里放下先把这个人给摸好 结果直接一个传送进来 可以啊这个杰克 来这边他跳下去 我这边走 他这里跳下来了 我就不翻 他这里直接跑去追幸运儿 这个要吃刀了呀 他非常快啊 这里他也没有翻出去 这里要用鞭子来把他给救下来了 然后我这里秒过也不行啊 我这里预判他会往外面 刚刚那个人黄已过去的 但是他这里往上走 我应该立刻意识到 他是要从上面跳下去 去挂在外面的椅子 但是我这里卡了一下 而且慢的半拍 然后这边用一个顺勾 一个短勾 勾不中 勾到这个杰克翻了过去 然后这里就要等一等 找个机会 但是牛仔被发现后 是非常难救人的 然后这里傭兵过来 可以 这个无人出了 来这边傭兵救下 然后一勾 但是勾到这个傭兵 呃我想勾幸运儿的 那这边需要砸这个 杰克一个板子这边过去 他这里出一刀 直接砸下来砸中 然后把这个傭兵给放下 因为傭兵有护腕了 所以可以直接弹走 我就直接把他放下 就不管他了 这里他还是想要追幸运儿 这个也可能是过来打我 打一刀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走 这个杰克跑 直接跑去找幸运儿了 就是他可以出一个乌刃 来打一下我的 其实牛仔半血跟半血 没有太大的区别 结果这幸运儿 直接蹲在那里 可以 倒地吧 哇 如果我做屠夫 看到这种队友 立刻把他放鞋死了 真是 这是多少杰的行为了 来这边 找个 瞬间 哎他出来的瞬间 一个提前量 再一个加速 往医院 跑 然后方向幸运儿 塞住门口 吃一刀然后走 结果这个杰克不打 我就知道他要打误刃 直接走 他这里出了一个误刃 也算是躲开了吧 这个误刃没有打中 他就非常的亏 这里距离拉开了 也没有打中我 这个非常的亏 他想要来抓我了 这里过去 哎他停下了 跑去找幸运儿 不来找我了 这我要跑去找这个幸运儿 他在上椅子就完蛋了 这里先躲一躲 看一下 这个心跳没了 这里过去找这个幸运儿 结果他这里翻窗爆点 然后 跑了非常的久 跑来这里 翻箱子 前面有一个箱子 你不会翻 我跟在后面那么久 就为了治疗你 结果你跑去翻箱子 我直接走了 然后这里就是最后一台机子 用兵被打 然后想要压机 结果这个盲女 直接就开了 嗯 也是一个 不知道怎么说的操作 好 这边幸运儿过去 已经开这门了 这里用便 只来瞄准 做随时一个逃跑 好 这边已经瞄准了 然后来心跳 我这里慢了板牌 我应该直接勾的 这样杰克就非常的难受 但是幸运儿有求 直接开球跑了 这里盲女在后面 他这里出刀 我直接过板 盲女下板 砸中杰克 完美的配合 再来一下 他翻窗出来 直接一勾一个加速往医院跑 完美的配合 多么完美 幸运儿有求 我在一个加速往医院 跑这时候 就要找机会 看一下大门怎么样了 这里跑上去看一下 外面 这个大门 前门 看一下有没有 机会 结果这个杰克 直接就投降了 其实杰克也算幸运了 因为这里最弱的 就是幸运儿 开局就找了他 也算是不错 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 拜拜